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真的很苦啊 虽然我听经法喜充满 可是业与烦恼还是很重 怎么办 听今天的经文就会告诉你 有七种到八种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众生累积无量的福德因缘 业与烦恼 你慢慢的改变跟调福的话 那你就会升起功德与智慧 你就不会觉得这么苦 请看五十六页 第二十四行 诵过去佛分二 子一略诵开显 请看七十四诵 他先简单的用七十四到七十六 做一个总说 过去无数节 无量灭度无量的诸佛 这个灭度是指他视线 当他跟众生度的因缘到了呢 他就视线灭度 事实上诸佛是不生不灭的 就像现在 释迦摩尼佛 虽然是线八十岁入涅槃 那是一根众生的圆 进了 这是从世俗地的角度讲 事实上释迦摩尼佛 成立佛以后做什么 继续千百亿化度众生 他不一定用佛的方法度众生 佛生的方法度众生 可能呢 用千百亿化生 因以何生得度者 即现何生而未说法 所以事实上佛是没有灭度的 再看祭寿 百千万亿种 其数不可量 所所化现的这个无量生呢 是凡夫呢 是不能够测量的 请看七十五 如是诸世尊 种种的因缘 辟喻原词 无量无数的善巧方便 就是能够为众生演说诸法实相 所以说法是 所有菩萨跟诸佛菩萨 度众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法 比方说学校里面 你可以上音乐 上美术 上科学 所有的课你都可以上 但是呢最重要还是要基本算什么 上数学 英文 国语 社会 历史 这些课你是要基本要上的 你可以透过各种的课程来做调剂 可是你总不能说 好我们来学校 每天就是玩 不上课 那我想这个不叫做学校吧 同样的过去诸佛 现在出世 他可以用无量的善巧方便度众生 但佛一生活着 最重要是要教化众生 教是教导 为众生 讲经说法 化呢 是敢化别人 苦口婆心的劝他 这是他 很重要的目的 七十六 世诸 世尊等 皆能够宣说 一寸无上的唯妙佛法 化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进入佛道 注意 佛经常常讲 无量无边的众生 可见佛 不是只有度人 幽民界的众生 天上的天人 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都度的 所以佛教的这个 宇宙观 跟度众生观 是比其他宗教大 因为他不是只有度人 不是只有度 人天圣的教法 他是要让所有的众生 都能成佛 所以当然佛法 他会从最浅 讲到中级 讲到高级 还有更深更深的佛法 因为他是要度一身 众生都成佛的 接下来再看 五十七页 第七行 子二 广颂开显 广现在就是详细的 开始说明 佛过去怎么度众生呢 他用七类的方法 来帮助众生 分二 丑一 种民方便助险 请看七十七颂 幼珠大圣主 大圣主就是讲佛陀 世尊 知道世间一切的众生 天人 还有各种群生类 乃至于鱼啊 猫啊 狗啊 所有的众生啊 都是无量节来的烦恼啊 他的身心之所欲 他都有很多很多的欲望 跟贪求 而且这些欲望贪求呢 都不是只有 一事就造成的 是多生多节的 所以他要更以 义方便 助险第一意 义方便 就是特殊的善巧方便 助险第一意 就是指圣义地 也可以讲这个 超越世俗跟 圣义二地的 所谓的般若波罗蜜 这里讲义方便 举一个例子 可以让你去思考 佛 想在座各位联友 都很有善根 都来听经文法 学习佛法 那有些众生很苦 他造业的 佛经里面 常常讲的三种人 第一个 杀到盈望久的杀身 谁 猎人 偷到 是小偷 杀到 盈呢 是妓女 那这三种人 是很难度的 因为他的业很重 所以佛呢 会用特殊的善巧方便 去度他 尤其呢 度这三种人 一切诸佛都不能度的时候 会有一个大菩萨可以度 就是大智文出师利菩萨 他是最多最多的善巧方便的 可以度 所有诸佛不能度的众生 这是要有特殊的善巧方便 但是呢 你的心必须很清静 否则你度众生当中 你若心不清静 你烦恼生起的话 那你不要说度众生 你都被众生度去了 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 也很多连友问我说 师父 我们又怎么样有智慧判断 我们要去帮助人 或不要帮助人呢 你第一个先要想 我有这个能力吗 或许他有这么多朋友里面呢 他最相信你 他最跟你有缘 当然 那非你莫属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帮助他 假如别人可以取代的话呢 那你就不一定这么积极 还有第二个 你度众生以后 帮助他 会不会让他家人或朋友 产生误会 这个也要考虑 对 所以他要有很多的智慧 善巧方便 去帮助他 接下来再看 丑二 别开 别是开显之相 分二 银一 约众善 原因功德 好 这个请做一个记号 这是法华经 方便品第二品修行的七种方法 请你做记号 先看一下英文 Concerning the virtual Virtual related to the present cause and condition produced by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these belong good deeds 他说 原因功德啊 原因功德呢 是要看注解 是指呢 the pleasant cause and condition 原因就是你这一世的因缘果报 所产生的修的功德 那你这个功德呢 是要从过去世的善因善缘而升起 然后接下来呢 今生再继续去努力 所以产生 约众善显 显现叫做manifestation of the these belong the good deeds these就是下面讲的action 好 先翻过来看六十一页 六十一页第二十九行 银二 约文精显 两因功德 看英文 Concerning the virtual related to the past causes produced by listening already this sutra listen already this sutra 所以意思是说 过去生已经听过妙法莲华经 所以这里的了因功德是指 past causes 过去的因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我用复述 所以表示说 过去世呢 你已经听闻佛法 今生你听到的时候就会欢喜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听到法华经 他很欢喜 有人听到金刚经他很欢喜 有人听到这个大方广佛华言经 他很欢喜 答案是可以告诉你 你过去生你就学过 那所谓的过去生是指这一生的前一世 或前三世 或前十世 那不要去执着 但是过去生里面 你可能学过很多很多的法门 也有人跟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弥勒 阿弥陀佛 你看六个都有缘 可是每一生里面 你主修的法门是什么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假如要问自己 哪一个你最欢喜呢 佛经曾经说过 当你这一世一投胎 第一部听到的那部经 可能就是你过去生里面 常常修学的法门 你要问我的话 我过去这一生学佛 第一次听到的经 应该是心经跟大悲众 我一起学的 所以我跟波尔经也很有缘 然后后来就念普门品 可是我真正深入经上去研究 而讲经的话 却是佛说阿弥陀经 所以表示我跟阿弥陀佛是很有缘的 当然后来我就弘扬很多很多的经论 其实都有缘 缘有深跟浅的 所以他呢 不是只有今生才学习 假如你知道你过去生所学习 以及今生你又觉得很欢喜的话 你继续修持的话 心专一的话 它是会比较成就的 比方说有些人一生出生 对不对 他听一遍南魔 大悲神咒 他就会背 有人念了一百遍了 念了三年还是背不起来 都掉了 那表示呢 一个不要觉得说不好 应该说 当然你跟这个法门的缘比较浅 可是你今生会修还是会有缘 还有第二个 当然可能有一些障碍要除去 这样的话呢 你对这个法门就可以背得起来 待会就会有讲七种方法 可以颤除你的罪业 恶业 也可以积聚功德跟福德资良 有些人一辈子呢 连文殊菩萨的名字 他都没听到过 对不对 所以法门是无量 它有过去 现在跟未来的 所以这边叫做 讲银耳 曰文经显 就是说 你在过去诸佛啊 其实你本来就听过 妙法莲华经的 所以那修行是过去 现在未来都连续的 好 现在翻回57页 请看24行 卯一约6度明开显 看一下英文 Regarding the opening manifestation of enlightenment Clearly by the practice of the six prajina palamida 这个是用梵文 6 prajina palamida 就是六度波罗蜜 那有些也会用 6 perfection 也可以没有关系 他说关于怎么样 开显你自信当中的 enlightenment 觉醒 让它显现 很清楚的开显 透过什么呢 透过以下的修持 by the practice of the 1 2 3 4 5 就1 2 3 4 5 他才会讲 第一个是六度波罗蜜 好 请看幻灯片 第一是六度 第二个是炼目 心明而开显 炼目就是 注意听 以清静的心 去思念佛菩萨的功德 我再讲一遍 以清静的心 去思念佛菩萨的功德 叫炼目 我不太喜欢用太太找老公 老公跟找太太 这个例子来做比喻 这会让人家误解 好像我找师父 就像一个女众来了 好像 哎呀 我看到师父 她好庄严 其实你把我当你老公 这是不清静的心 要去忏悔 这样的话 你最好不要跟我学佛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生起染污心 对不对 所以我要强调 当然法师很庄严 比如举一个例子 尊贵的高妈爸 17次高妈爸 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很庄严 我跟你讲 连我看到他 我都很喜欢高妈爸 我非常喜欢法王 可是我不是那种 不清静的心 把法王占有属于我的 我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注意听 清静善知识 是要以清静心来闻法 清静出家人 比丘比丘尼 要有恭敬心 不是以染污心来求佛法 若以染污心来讲 你要忏悔 不可以 那你最好 不要跟这个善知识学佛法 因为学久了以后会出事情的 了解吗 待会我会比喻 第三个 卯三 就是呢 约供养舍利明开显 舍利有很大的功德 在新加坡的联友 对供养舍利也是很有福报 比方说佛牙寺 就有的佛的舍利 第四个 约照佛像明开显 照佛像也可以基进你广大的功德 没关系我还没有讲 你可以看幻灯片 我只是告诉你这七个方法是什么 第五个是约画佛像而明开显 所以像佛教青年红法团 我看到礼拜天 他们也教儿童佛学 在那个敬语的旁边就画弥勒菩萨 很好 你给小朋友种善根 为他讲佛跟菩萨的故事 然后呢 请他画佛像 虽然他画的实在有点cute 很奇怪 但是长得很可爱 这个在他多生多结里面 是很有善根的 其实我看到小朋友有善根 我是非常赞叹的 小朋友会来学佛 会来进入佛堂 是很有福报的 为什么呢 我二十岁才学佛 二十岁以前就没有人跟我讲 普贤行愿品 你不要小看小朋友 五岁到六岁来 他比你有福报啊 你小时候你五岁到哪里 五岁到哪里 六岁到哪里 就到处玩啊 你也不知道有佛法 你连出家人都看不到啊 你更不要说出家师父来关心你 参加佛学班 所以看到小朋友 能够学习佛法 我们应该礼敬诸佛 赞叹 在轮回里投胎里 他是比我们有善根的 对不对 你像有些连友是到五十岁 六十岁或四十岁才学佛 老实说你已经荒废了四五十年了 很可惜的 所以画佛像是有功德 但注意听 画佛像还是要以清净心去画 恭敬心去画 第六个 第六个就供佛 供佛塔或佛像 供塔像 佛塔或佛像 这也有他的功德 第七个就是称名 任何一个诸佛名号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 我从一开始讲经 隔两三天 我就每天教一点一点念佛 因为这次在方便评里面 他又讲到 要成就无上的佛道 念佛也是最殊胜 跟最快速的方法 所以我今天有时间的话 我还会教第二类 实名念佛 所以你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一天要教一点 教一点 就是因为这一段经文有出现 那在座的很多连友 都跟阿弥陀佛 极乐净土都很有缘 回答一个问题好了 有一个连友说 师父啊 我念佛的时候很奇怪 有时候念阿弥陀佛 有时候念观世音菩萨 有时候念释迦摩尼佛 请问这样念是不是很散乱啊 答案是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做散乱 听好 我教你禅修念佛的时候 也有很多方法 因为我们的心 本来就是会变的 心就本来像流动的河水 你不可能它叫它永远不变 永远不变是不可能的 违反无常法 所以你不要你期望 你的心永远是定在一个 这个境界上 这个才叫修得好 你这样的理解是错的 心本来就会变 但是现在问题是你要训练你 比如说我教你念佛 先观外面的阿弥陀佛 向太阳放下来 这是外 第二观身体 坐在莲花 这是内 第三个今天还没教的 心中会有阿弥陀佛放光 其实这三个方法都可以 这不叫夹杂 也不叫散乱 只是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无量节的心啊 都在轮回当中 你用一种方法的话 你很容易昏沉 你不相信 试试看 你就用一种方法 你可以超过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都用那个方法吗 到了第三个小时呢 就睡着了 太累了 所以你心会昏沉的 也会散乱的 各位如果听过 直观的话就知道 要调伏一个散乱 跟昏沉的烦恼 所以为了要对峙你 昏沉的烦恼 所以让你的mind become more fresh more clear 让你的心变得更敏锐 更明亮 所以他的所缘境 是可以换的 所以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就专注念阿弥陀佛 很好 当你今天特别感动 念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就念释迦摩尼佛 很好 像我在编讲义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我越深入进藏 我越赞叹释迦摩尼佛 纵使你修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你也应该顶礼 释迦摩尼佛 若没有释迦摩尼佛 你是听不到 阿弥陀佛的名号的 你看到阿弥陀 释迦摩尼佛 多生多劫 舍身为虎 为了所有一切众生 作为佛弟子 应该第一个要拜的是 本师释迦摩尼佛 所以你专心念释迦摩尼佛 也很好 有时候你看到众生很苦了 身体大悲心 帮助他 要念观世音菩萨 也很好 所以答案重点是什么 你每念任何一个佛号 都有很强的信愿型 这个不叫散乱 也不叫夹杂 除非你现在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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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回答第一个连友的问题 所以可见新加坡的连友 要真的深入精湛 你们的佛法 加油 加油 再加油 佛法浩瀚如海 不要怕你问初学的 你问的问题很好 我永远有苦口婆心的 一次两次三次的讲 我很有耐性的 只怕你没有真正听进去 要听完整的 这个才重要 所以某七称佛名号 是成就法华三昧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念佛 这里的念佛名号 是任何一尊佛都可以 你念释迦牟尼佛 也可以证法华三昧 你念观音菩萨 也可以证法华三昧 对不对 所以你要听懂 佛法它的重点在哪里 再看仁二 了曰文精显 了音功德 就是说过去是呢 你听过这个法华经 所以你会欢喜 好 现在看经文 五十七页 卯一 曰六度 请看经文 七十八诵 跟七十九诵 看七十八 若有众生类 植诸过去佛 从文到法 这里的法是大乘佛法 你可以写在旁边 大乘佛法 不是指小乘佛法 这里的法是指大乘佛法 就开始知道 要不失持戒 忍入 精进禅定等 七十九诵 然后六度波罗蜜 你都种种的尊敬 去修持修福修慧 是如是诸人等 皆以成佛道 很好 意思是说 这些人 因为行六度的功德 所以他已经种了 将来无量节以后 会成就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 这个佛果的因 注意听 这一段我要先解释 注意听 专心听 如是诸人等 皆以成佛道 成佛道是指 种成佛道的因 不是现在你就成佛了 没那么快 有人说 法画经很殊胜 一称南无佛 皆以成佛道 我已经念了那么多 南无佛 怎么还没成佛 是你理解错 这是指 皆以成就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因 可是你现在还没有成佛 还要等你的功德圆满 为什么呢 其他宗教人 就不会想念南无佛 也不会念南无法 也不会念南无生 是不是呢 你们真的是问了太多的问题了 我心脏真的不太好 我有想到一个 我尽量答 没有答到你的怜有 请你大慈大悲 明法师 不要要求太多 我真的已经很尽心了 因为 请问师父 我皈依三宝之前 入了一贯道 拜祭功活佛的 入教以后要发誓 后来听别人说 入了这个教以后 我死以后 就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对吗 我应该这么做 答案是 你还是可以往生的 不要去怕 虽然过去你一些因缘 进入了外道 你发了誓愿 很多的宗教都喜欢 用誓愿来控制人 答案这是不好的 佛教不会用誓愿来控制你 佛教教你受三规五戒八观灾戒 他只是什么 约束你的行为 但他没有控制你 你要不听的话 你要堕落的话 佛也没办法 就像上课的时候 很多啊 我去小学老师说 小学老师呢 都会叫小朋友 举手的 讲话的时候要举手 对不对 那小朋友有时候不举手 跑去厕所不见了 那怎么上课啊 所以举手是一个礼貌 你不能说 老师 非等你控制我们 错 叫你举手 这是一个礼貌 同样佛用戒定会来 引导你 佛没有用戒法来控制你 绝不要这样想 你这样想的话 表示你对佛法理解的水平啊 真的太低了 佛是无我 他怎么会控制你呢 所以佛教里面 没有控制别人的思想 天龙八步也不会控制你 妖魔鬼怪也无法控制你 因为你有佛性啊 所以你当时因为 因缘的关系 入了一贯道 你发了这个恶事 没关系 忏悔 我教你 发愿 将来我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来度 我以前 所有一贯道的道清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用怕了 了解吗 就像 哥利王 伤害 但是呢 恐惧心跟罪恶感也了不可得的 你叫他忏悔 然后发菩提愿将来成佛的时候 回来度这些莲友 那这样子的话就如是诸人的 皆转成为无上的佛道 那你可不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答案是可以的 只要你具有信愿形 一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往生极乐世界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很用功 再看下面 幻灯片 广修六度波罗蜜有非常多 我只能挑几张照片 第一个因为我们没有福报 所以我第一个要建议家里联友真正的佛教徒 你家里要供一个小小的佛堂 我知道新加坡的房子都很小 没关系 书架的最上一层你也可以放佛像 每天早晚点香 我反问你 你早上起来第一个干什么 刷牙漱口 然后呢 吃面包 吃早餐 哟姐就不见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到全世界 我从学佛到现在二十年 我早上起来 第一个呢 我一定先点香 供佛 顶礼三宝 发愿 我一直到现在 我住在这边 我也是佛桌上有香的 有佛像的 我们就是没有福报嘛 所以我们天天呢 三餐之前 为什么要吃饭之前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对不对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适度一切众生 供养一切众生 为什么 就是你没有福报嘛 所以叫你发愿啊 叫你观想啊 对 顺着你三餐的习气啊 这样做啊 所以要广修供养 供养有很多方法 耐心一点 我待会儿会说 所以这次呢 我们2005年参加 法王的菩提加爷大法会 由台湾的莲友 背了2000公斤的水晶莲花 供养大宝法王 有粉红的 有紫色的 有金黄色的 上面是西藏的Doma Doma是用面粉做的一个供品 所以你就是要羞耻 再看 在菩提加爷大法会的时候呢 每做一盘 一共一盏灯啊 就变100万盏灯的功德 这是释迦摩尼佛在 金刚称他所发的愿 在大称里面有写这一条 然后呢 所以起码你早上要做一个什么 供一杯水 水代表你的心 清净平等 供水 可以做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啊 你就是没有福报 所以你要所缘境 所以我们到了菩提加爷 一大早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 至少拿一杯水 或三杯水都可以 所以为什么 大乘佛法说 你的佛堂里面要供水 供一杯代表一心不乱 三杯代表戒定慧 你就是没有福报 你连水都不愿供的话 还是一句话 还是一句话 没法度的 水不要你花很多钱啊 很多人都是错 做功德 就是有钱人 我就是没什么钱 所以没什么福报 错 这是你不了解佛法 供一定 就是你没有福报 你一定要到圣地 不要空手而去 你要带花 带香 或带水 你看 下面一张幻灯片 水的上面 它放金色的花 很漂亮吧 排起来像一个呢 曼达拉 十方的曼达拉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观想啊 的福报啊 所以你要供养 要发愿 还要观想 我再讲一遍 你可以写下来 供养 发愿 与观想 这个才叫做你的 六度波罗蜜 才会有功德 功德从哪里来 不是说到庙里来 到柜台 嘿师兄 我做功德了 快点快点快点 收据拿出来 我捡五百新币了 OK啦 我走了 这是福报 老实说 一点功德都没有 既没恭敬心 也没虔诚心 功德不是这样修的 是你要很虔诚的 然后呢 供养 第二个 观想 第三个要发愿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每一个人都可以修有福报的 但问你愿不愿意做而已 当然 假如你很有福报 要用最好的材质 金银珠宝供佛 那当然很好 举个例子 又在讲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呢 它没有福报 可是它观想力跟愿力很强 当然人家呢 要供西藏的曼达拉 曼达拉这样叫 绝须弥山手印 供曼达拉盘的时候 人家都拿金银珠宝 供养它的上师 它上师接受 你知道吗 密勒日巴拿石板 石头啊 几个接起来 它一观想的时候 虚空中现成的就是金的 黄色的檀城 金银珠宝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真正的是在你的愿力跟观想力 这个才是你的功德 当然你物质的实质上 你能做多少 那是你的功德 前几天有一个联友来跟师父说 师父啊 他觉得基督教天主教比我们还发心啊 我们佛教徒啊 很多人很自私啊 没什么发心 我说对 因为我们佛教徒很多人理解的佛法不完整 虽然他不是佛教徒 可是他很有福报 举一个例子 四川大地震 或是东南亚大地震 你知道吗 美国的歌星 他是基督教徒啊 一捐捐一百万美金啊 你捐得出来吗 你们在捐的时候还要先算一算呢 对不对 再抽一张起来呢 是不是 你看你的心量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所以他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这个因缘果报 不管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只要按照这个因缘果报的这个道理去做啊 他自然就有福报 所以他有福报做文武百官 他有福报做王公贵族 他有福报做转轮圣王 所以你要知道真正的福报 是在你的供养 愿心 以及观想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起码早上起来 你可以供一杯水 也可以供香 接下来看 广修供养诸佛 西藏人很喜欢供灯 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奖金 我会教大家在点灯的时候唱发愿文 好你看我建议 我不知道你这个道场怎么做 我知道新加坡最不喜欢火 因为fire can bring fire accident 因为会火灾 其实火在佛教里面是代表智慧的象征 当然要注意安全 好举个例子 你看到的幻灯片是我们商业经测重修的 每个礼拜五共修 我们都先顶礼三宝 然后呢念六支大明咒 每一个人都拿一盏灯 这个灯是不用钱的 常住供养 他要捐功德 谁他捐 不捐每一个人都有一盏灯 然后在呢念的六支大明咒的时候 要开始发愿 On Ma Ni Be Mi Ho 不是这样眼睛到处看的 心要发愿 然后呢到佛堂里面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所以你发的愿里面听好 可以加很多很多的愿 你要求观世音菩萨一二三四五 最后请你加一条 愿我及一切众生都成佛 写下来 这个才是最大的愿 你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让我消灾免难 我身体不太好 你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让我遇到好老师 我想学习佛法 你什么愿都可以求 没关系 但不要念太长 精简一点吧 你动什么念头 观世音菩萨都知道 讲重点吗 对不对 我看到有一个连友 他需要点灯的时候 跪了半天 半个小时 还在一直念一直念 我说你念完了没有 他说对不起 我还不知道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听懂 我说台湾威呢 我要不要再讲一遍 众生实在很难度的 所以你点灯要发愿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里 有若安全性可靠之下呢 其实可以每一个人 都点一盏灯 小小盏 然后点完以后呢 你就开始供修 一直让它烧 烧到完结束的时候 回向完 它还没有烧完 继续让它烧 当然要有一两个呢 像香灯一支一样 要照顾好 不要让它发生意外 那你若是供灯的话 为了现代的安全起见 你们都住政府组屋 台湾也是有很多的住宅 跟社区 所以不得已 点灯 严格说是要24小时点 不可以吹的 但是现代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能方便的说 你要出门的时候 家里没有人 请你把油灯吹洗 为什么 万一地震呢 万一东西掉下来呢 整个政府五足屋 全部被你烧架 所有人都骂死你了 对呀 你做功德啊 你把我们的房子都烧掉了 那人家会诅咒你的 所以福地址 应该要有智慧 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做法 你的心 你都回到家里 只要家里有人在 你就可以点起油灯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所有的道场在 这是建议啦 提倡而已 所有的道场在共修之前 每人先念一盏灯 念灯 点一盏灯 你要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念六字大明咒也可以 念释迦摩尼佛也可以 你们道场自己决定 好 接下来再看 点灯 六度波罗米里面 最殊胜的功德是点灯 因为点灯可以发愿 请各位翻开最后一页 九十八页 九十八页 在座三分之二的人 已经有在海韵古寺里面 听我讲过 所以我讲重点 请看幻灯片 西藏阿迪侠尊者 是在七八世纪 西藏很不幸 有遇到了朗达玛灭佛 有一百多年都是黑暗的 没有佛法 所以 西藏人请阿迪侠尊者 到西藏弘法 他有两大地址 这张呢 我是在五台山 格鲁巴的寺庙 拍到的阿迪侠尊者 他有讲菩提道登论 所以伟大的宗科巴大师 就是依他的论 再来写变成 菩提道次第略论 及广论 所以连宗科巴大师 都很赞叹阿迪侠尊者 他主修 绿度母 他主修观音法门 好 点灯有无量的功德 请各位 翻开七十八页 佛说师登功德经 好 请看七十八页 七十八页里面呢 听好 这也是我这一次发心 供养大家的 因为我觉得新加坡 也是很有福报 造佛像 供设立 绕佛塔 也做功德 可是你们都不太去找 经论 释迦摩尼佛本来怎么说 所以虽然我很忙 我这次发了愿 把他一个一个字叫对 我本来是想把他做 全部的科判 甚至翻成英文 对不起 我慢慢发觉 我越来越老了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 那我起码做了呢 请看 第七十八月 第十行 经文前面的黑体字 是我加上去的 归纳重点 你没有讲义 请举手 可以吗 要讲义吗 你有没有讲义 是听不懂的 工作人员 可不可以拿讲义 给这位两位老菩萨 没有的话 就两个一起看 请看 第一个 佛可以显现无量的功德 再看 第十五行 佛有四种圣妙善法 所以今天回家的功课 请你读 点灯功德经 全部读完 到明天讲经之前 七点 要把它全部读完 看一遍 不要我那么辛苦 真正用法供养你 你呢 都无所谓 就把它合起来 就丢在旁边 这样不太好 佛有四种善妙法因 第十九行 佛为无上的福田 好 看七十九页 第五行 打个记号 以清净心思念如来 想佛 想菩萨 想师父 想善知识 要用清净心 这里就有经文 不是染污心 跟打妄想的世俗心 来跟善知识学佛法的 接下来 七十九页第九行 念佛功德真的是无量无边的 十一行 共灯功德也是无量无边 这里他有讲到 有像阶梯一样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那看你自己的怨心 好 再翻过来 八十页第六行 四种信寿之法 点灯会让你产生四种强烈的信寿之法 看八十一页第十三行 都是黑体字 共灯可以得到三种清净心 也有人问我 说师父啊 我听你讲经很欢喜 很乏喜 可是我的烦恼还是很多 贪嗔痴很强 怎么办 点灯吧 发愿吧 忏悔吧 点完灯以后 好好的精进 用功 诵经念佛或持咒 接下来再打坐 所以这有第一清净 第二清净 跟第三清净 我没有办法为你们讲 但你自己看 接下来点灯会有 得到临终的三种光明 这个待会我会说 接下来再看八十二页第十一行 共灯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四种光明 接下来它就有寄送 寄送就是重复 所以我建议 假如将来有道场联友 真正要修点灯法门的话 可以念这部经的寄送就可以 寄送一共呢 非常的多 我看编号有几个 有八十送 接下来再看八十三页 五种清净 你常常点灯 身心都会有清净 接下来十八页 八十三页第十八行 点灯真的可以升天 很多大凡天王过去生呢 就是点灯的 尤其是在佛塔点灯 我记得我在安乐行品的时候 讲了很多法华经感应的故事 很多人为什么可以升到天上 就是他前一生呢 在这个娑婆世界 宋法华经 供法华经的宝塔 然后点灯 以此功德来生他就升天了 所以点灯的确有很大很大的功德 接下来八十四页第二十七行 四种可乐之法 好 请看幻灯片 社利佛在八十四页第二十七行 佛对社利佛说 若有众生在佛像前 塔或寺庙之前 布施 供灯 会得到四种可乐之法 什么叫可乐之法呢 请看八十五页第二行 一者 色身相貌会非常好 你不是常常跟我说吗 你身体病痛很多啊 点灯 你也可以等药师七盏灯 药师佛有按药师经 但点七盏灯 连续点七天 念药师经 或念药师名号 也可以共十二大药差 所以点灯的确可以 颤除你多病 障碍很多 短命的这个恶业 转为你的色身 非常的健康长寿 的确点灯有这个功德 第二个 大家都说经济不景气 你要发财是吗 请你点灯 点灯也会发财 福报增长 看你的愿心跟功德 第三个 大善就是你会生起好的善根 有人也会告诉我说 师父 我家里又有幽民借重跟干扰 我的孩子或亲朋好友又有忧郁症 我的亲戚又有精神分裂 这些都是过去的恶业 有些人动不动他都不太高兴 心闷闷的暗暗的 怎么办 发愿为他点灯 第三个会生起大善根 假如这个人生病 你跟他化缘 要用他的钱 注意听 不要很多钱 化缘三块新币 五块新币 来 家人师父为你到佛堂去点灯 假如钱不够的话 你帮他补嘛 没关系啊 你真正为他发愿 这样子的话 点一个礼拜 然后你念经 念佛持咒 那力量就会非常大 再看 逝者点灯会产生得到 智慧光明的火爆 他的目的是 点灯代表点亮自己心中的 菩提心灯 所以 确立佛若有众生于佛之体 佛之体就是佛像之前 点灯得如是等可乐之法 接下来再看 85页第八行 有四种清静 答案是 身清静 口清静 翻过来 意清静 还有86页第五行 善有清静 也有连友会问师父说 师父 很奇怪 我学佛 虽然很清静 可是我总是碰到很多 冤亲在主 很多恶友 怎么办 过去式的恶业 为自己 也为那个恶友 点灯 将来 你的恶友就会远离 或者他会呢 善根发露 也转变为你的善友 再看14行 八种可乐之法 22 八种无量圣法 下一页 87页 八种无量资粮 八种真上之法 接下来看 87页第22行 我讲这一段 佛对会命设立佛说 87页第22行 有五种法 最为难得 难能可贵 第一个 人生难得 得人生很难 各位 你得了人生了 恭喜你 第二个 与佛的正法 能够很欢喜的 信乐 相信而耗耀 也很难 我想在座 各位联友会来听经 也是有善根的 恭喜你 第三个 乐于佛法 得出家难 这个人 很多人就被淘汰了 对不对 听好 在家出家 虽然都能够修行 但出家的功德 绝对比在家大 这个不用去变的 当然 在家受菩萨戒 跟出家也受菩萨戒 当然 功德也是很出胜的 唯摩洁经 就是一个例子 再看 第四个 聚静戒难 也就是你受过 三规五戒 八观灾戒 或你所有学过的戒定慧 都能够保持 而不破损 那就很难 凡夫 若受了戒 而不破戒的话 这是大善根 大福德 大因缘的人 不论在家出家 若受了戒以后 因为内有烦恼 外有恶缘 及恶友 有破了戒怎么办 那简单 继续忏悔 忏悔 佛说还可以清凉 第五个 最难是 得漏静难 漏就是所有的烦恼 断静了 出果 虚脱还 得漏静呢 最殊胜的呢 在僧文城里面 是讲阿罗汉 菩萨呢 得漏静呢 第一个叫出地欢喜地菩萨 所以若有人证到出果 或四果 或是出地菩萨的话 那你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佛就对舍利佛说 一切众生当中 五种法最为难得 舍利佛啊 你全部都得到了 因为舍利佛已经证出果 虚脱还 佛在世的时候 后来当然他更精进啊 他后来有证阿罗汉果 所以可见五个难当中 各位你有几个难 第一个跟第二个而已 第三个 发愿吧 将来再做很好的生且 第四个 如果你戒体 有破损的人 应该重新发心在受戒 只要你忏悔 你的戒体 就会得到清静 第五个 那就很不容易 那要得到 波尔波罗蜜的智慧 断烦恼以后 他才会有这个得漏进的功德 所以再看八十九页 最后一行 劝信流通辞法 所以今天的作业 请回去读 从七十八页 读到八十九页 点佛说诗灯功德经 好 接下来再翻过来 看八十二页 跟我们净土有关的 也请看幻灯片 好 请看八十二页 第十一行 共灯得见四种光明 请看经文 佛对摄律佛说 若在佛像 佛塔寺庙当中 所以它叫佛塔庙中 这都是简称 佛像 佛塔 或寺庙当中 肯布施登明 比善男子善女人 灵命中时 会得四种光明 何准会得光明呢 一 灵命中的时候 你会看到日轮圆满的涌出 别人看不到 但是你会看到 第二个 见到清静圆满的月轮 第三个 见到一切的天龙八部 全部站在一旁边 合掌对你恭敬 第四 你会见到如来 应供正片之 任何一尊佛 以你所原境为主 坐在菩提树下 垂得菩提 那你自己看到如来的时候 就会很恭敬的鼎礼合掌 然后恭敬而住 听好 这四个不是幻境 为什么呢 因为你点灯是因 观想 发愿是圆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你自然会看到这个果 所以你常常点灯的人 会看到这样 所以这个不是幻境 挺好 因为它符合因缘果 舍利佛 是名于佛塔庙 布施灯以 灵命中时 得见这四种光明 好 请看幻灯片 这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 从多年前 2003 我去了尼泊尔满院大佛塔 这是我们台湾点的 十万盏油灯 从那时候点灯 一直到现在 我每天都点灯 你说师傅 你这篇奖金 你怎么点灯 台湾我有的地址 昼夜帮我点灯 对不对 你要点亮你的 心中的菩提心灯 好 现在 其他的呢 就请你自己看 好 请看 九十八页 这个点灯呢 刚开始 第一个要有所圆镜 要有佛像 佛塔 第二个 圆就是你要点一盏灯 我做代表好了 那这个点灯发愿文 是阿提侠尊者 所写的 所以你必须要捧在手上 然后很虔诚的恭敬 那这点灯祈愿文 由现在的第十七世 大宝法王 作曲 由他的弟子呢 为他唱的 那在点灯之前 要先发愿 那这个愿文 是阿提侠尊者写的 好 现在请大家合掌 我代表就可以 请你合掌 也观想你的手中 有一盏灯 然后看着九十八页 也希望我们这次讲座 为了四川大地震 以及缅甸的灾难 以及全世界大自然的灾难 而发愿回向 我念一句 你就跟我念一句 请看九十八页 第八行 愿灯祝 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祝 对不起 愿灯祝 愿灯祝 尽尘须弥山王 愿灯游 尽尘汪洋 此灯之树 一盏得现于美尊佛前 愿此光明 消除三游顶以下 无间地狱以上 所有无明之黑暗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 接得显明清贱 接得显明清贱 Om benza alo ge a hong 好请放掌 接下来呢 当然假如你会唱的话 你可以继续点的捧着灯 但是因为我要操作 所以我必须把它放下来 接下来的唱颂文呢 我想在座的莲友呢 有些人也会唱 不过因为有些人不会 所以第一颂你先用听的 第二颂呢 然后请你可以大声跟着唱 对不起 让我找一下档案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感谢观看 对不起 为什么没有声音 对不起 为什么没有声音 对不起 重来重来 第一首 先听 第二首就可以大声唱 唱一首 心有光明 明自等主 奉献 前前前前前佛灯 无语 光大 十方极 十尊空心 无法主 贪嗔声中 尽封弦 父母为首 有情中 此生 一极可所生 皆能清洁 佛庆祖 愿于彌陀 愿于彌陀 何为仪 三宝 高三的终地里 不得如此 所发愿 其轻轻 其轻加 夹 所得者 喜有光明 喜有光明 此等主 有光明 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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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生以及他所生 皆能清洁或清土 愿与弥陀和唯一 三宝三个众笛里 不得如此所发愿 其轻加倍数得者 喜有光明此等主 风险险前前火灯 无语光荡十方情 世尊空心无法处 谈车声中尽荒弦 父母为首有情中 此生以及他所生 皆能清洁或清土 愿与弥陀和唯一 三宝三个众笛里 不得如此所发愿 其轻加倍数得者 对呀答弁察之逸 对呀答弁察之逸 από彼ら 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